我有一種跟大家講話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去做過協會理事長我也做過 從我做協會理事長到今天為止 臺灣的半導體始終在全局的半導體漲22年 不管兩岸問題 不管大陸學習不關什麼 臺灣在半導體產業的時候 其實是正常做的問題 大陸也起來 我們都沒有改變 那是誰發生問題 中國大陸也起來 其實發生最大的問題是日本 1989年的時候 美國強迫日本 一定要在半年上面跟他 那時候 日本超過50% 現在日本 打到最後 日本現在比較有實力的半導體工業 當然 特許大家整天在賣 賣Flash 還有一家叫做三星 還有一家叫做Sony Sensor Sony Sensor是全線 他們可以幫我們一下 臺灣呢 嚴格講講台灣的半導體 他們的批評是半導體 所以半導體的意思是說 常常都需要你的技術 所以我們這就是一個 依賴外來技術的一個平台 但是呢 現在有一個重大改變 過去 在Membrane 我們75%是Intel 我們是看Intel跟Microsoft示範 一直到手機起來 我們這個手機呢 一定要是從社會型手機 過去的十年 慢慢的 手機用的 我們這個Membrane 已經超過快要一半 整個產能 所以其實這個Membrane Membrane 已經漲到差不多 PC用的 差不多二十七八 那麼下一個成長最大的 有兩個 就是各位所講的 AI 運用 LT 還有所謂 AU VR 等等 這些呢 什麼意思呢 這些應用所用的Dram 我跟標準Dram不同 還有各種各樣的Dram 所以 立中公司是全球唯一的真正的Dram代工公司 包括國際點 那所以呢 未來呢 Dram是會多應化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會發 Dram全部資料叫做Sero 那麼Sero在世紀已經吃這麼多了 我可以告訴各位 還有整個 等於我回過代表 整個產業的成長 其實是夠了通訊的努力 當年在Wintel的時代 還沒有手機的時代 通訊的影響很小 都是Wintel 那麼到了手機時代 還有那邊還是很小的Wintel Flash 到了交互社 發展第一個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這個絕不改變 因為你的手機已經不是市場電話 另外告訴各位 只會仔細思考 為什麼會有FB 我們先不要講其他FB最大的 FB、Amazon、Google的成長 全部靠世衛學生去 如果靠PC在台灣 特別是FB 你看我早上全部上去 Ingram 各位知道我在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17、8年前 1997、1998的時候 我做過一個實驗 那時候還是幾里幾萬的時代 我們把一張 現在各位隨便找一張照片傳 從台灣傳到德國 做個實驗 到30分鐘 要一斤塊一斤 那先各位看FB 所以沒有三級就沒有FB 每一個自帶的通信技術提升的時候 就有很多新的公司出現 那下一代叫做5G 5G的 明年韓國要開 要開奧利比特東區運動的時候 他們全部的力量都在供 第一代手機 而且他也得到華可們等等的支持 所以呢 我認為5G還有一個新的進行 比方說 那什麼意思 我先解釋這些 FB往台灣解釋說 謝謝大家聽 因為5G傳遞的速度 是現在的 是5G的 是集產集的至少一百倍速度 那什麼意思呢 你現在想要看閃過字 你把它搬落的話 你可能一分鐘一定 通通在你的手機上面 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搭載這麼多的media 請問一下 你的Flash 是不是要很多再輸入 第二個 當你的通訊增加一百倍的時候 你的CPU速度也沒有辦法跳那麼快 前段的During Buffer不是要更多嗎 所以 因為說 明年成長幾趴幾趴 台灣我沒有那麼悲觀 第一個 我告訴各位 這個有很多新的突破 這是第一個 所以說 我們看這5G開始 第二 剛剛 吳總也講 這個 這個 應用 怎麼樣 我可以誠實告訴各位 台灣經過2008年 老瓜尼已經拿到的 那個大紅包以後 當然 這個在During上面 是一個元氣大商 但是慢慢沒有重複 做起來 那麼 反而對歷經 像During公司來講 耳皮大倒掉了 那我們現在呢 從新開始 必須發展自己的技術 那麼During在20奈米左右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Mores Law 如果沒有Mores Law 並不是說你也可以Shake 那如果沒有Mores Law 是Permit的成本 就無法下降 那你為什麼要去做實際 按摩下降 因為Mores Law 你還要用Power跟三下 越來越低 你手機 那麼 就全會的手機 SERVO是沒有關係 SERVO哪一段 再多 都無所謂 消耗電力 不是在手機上面 這是比較細節的 這些東西 所以 反而變成說 我們現在 During有下一個 來的世代的特殊性 就是說 現在比方說 Quarkup 他想把它的 做 剛剛在講 Package 這些東西 就是很有重要 現在幾乎 這個SERVO 它也要加一個During 一個小顆的 所以那個已經不是那麼大 但是它要這樣 它的Package 是5塊 然後Quarkup 包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有各種需求 來要求During 包到裡面去 那這個Package 很重要 因為你要做 Integrate During 跟其他東西在一起 是不可能 太麻煩 但是你用最簡單的SIP 各種Package 把它做在一起 那 這是未來的局勢 所以這個需求很大 那 三星或者是海力士 或是美工 他們不做這一塊的 他們只做Standard 你來不及的 所以就留給我們這種 像歷經這種 所謂代貨公司 所謂代貨公司 這個未來很大 所以我不認為說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要三次 我要再說 我要再說 我三次不是解釋了一次 說為什麼台灣的During 我們都不怕大陸 我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要完整的起訴 目前大陸是 他要動抽搐 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During 成本很高 你要做 就算你說出來 台灣有個優勢 所以美光在台灣 佔了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他買華亞跟瑞金以後 他拿賺便宜的就是舊廠 那舊廠到沒有Morstall 以舊廠的成本 現在跟During 1塊多 所有的要做新廠都是3塊 設備安慰 所以台灣在一個過去 Extreme 這麼多的廠 以舊廠來說 我們的經濟力非常強 所以已經存在了半導體的產能 我們都不用擔心 但是假設我們要蓋一個新的廠 那這個競爭就要考慮 那我們還是要拿到的便宜 就算性成本 所以我再講 跟很多人不同 我們應該是我們的效率最高 台灣在管理各種效率上面 包括台階 我們效率省 然後 打入叉叉叉叉的時候 要做半導體產 我們的金額已經在生產 全部炒來炒去 讓目前維持 全部新的半導體產 在大陸的基層電路計劃 第一個完成成功的 就是我們的金額 是我們台灣的效率很十倍 我們跟台灣這一套 所以這一點 我對台灣的半導體 是比別人有跟大家的先進去